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别忘记三连哦 蝴蝶忍为什么不用花之呼吸 蝴蝶忍的虫之呼吸 来源自他姐姐相待会的花之呼吸 在学习虫之呼吸期间 训练自身的敏捷度 以及对身体的操纵能力是重中之重 在原作中出现过的虫之呼吸 一共只有四式 虫之呼吸叠之舞细弄 虫之呼吸风芽之舞真叶 虫之呼吸清零之舞赋炎六角 虫之呼吸蜈蜈蜈蚣之舞百足蛇腹 我们可以发现 虫之呼吸中所有的招式均为突刺技能 这是为了配合蝴蝶忍的用毒战术 应运而生的呼吸法 花之呼吸对使用者的力量要求很高 蝴蝶忍并不具备这一点 虫之呼吸则可以最大限度地 将毒液注入敌人的体内 受姐姐生死的影响 蝴蝶忍逐渐从强势暴躁的性格 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越来越给人以容易接近的感觉 不过她也会偶尔以不同的方式 流露出曾经的性格习惯 比如用温和的语调 说出一些吓人的话语 毒蛇的属性依然存在 在姐姐死后 蝴蝶忍唯一的一次性格回归 就只有面对同魔的那一次了 别 reason人生贸心 蝴蝶忍逐游 辅火 ��活